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又发糖了 袁冰岩新剧开拍,男主却换来换去令人迷惑 很多人应该听说过小说《清诚一清欢》里面亡的女人 谁感动简直是霸气十足,本职女职呼爱了爱了 如果你也是原著粉,那么好消息要来了 这部小说即将要拍成电视剧,并且是由琉璃的女主袁冰岩来饰演的 不少人因为看了琉璃而喜欢上了袁冰岩 我也是这部剧入了她的坑的,这小姑娘的脸灵动又漂亮 这部演小说女主太可惜呀 好消息来了 听说这部剧即将开拍,并且改名为永风青 一开始转男主是林更新,后来又转是钟汉良 让人摸不着头脑 也不知道剧组到底怎么想的 永风青讲述的是全清天下的北幕国战神九王爷 在战场上运筹帷幄杀敌万千的战青城 和本市经历了十年苦读的社序 实习一生后来朝成为了有声书里面最不受宠的凤家 敌女凤青欢 她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死危机 靠着装风卖傻去掩人耳目 实际上机灵睿智,内心浩瀚刚强的故事 女主搭过的CP 虽然这部剧的男主魔棱两可 但是女主袁冰炎搭过的帅哥了真不少 袁冰炎和郑叶成合作的祝清豪已经杀青 如今之代开播了 郑叶成想得很帅气 古装也非常俊秀 在《落花时节又逢君》中 两人剧中的造型仙气又登队 在琉璃中原冰炎和诚意可以说是YYDS 太好科了 袁冰炎和丁宇希剧传要合作 一时冲动气势不详 期待期待 不得不夸一句姐姐真是男神收割机 合作过的每一个男明星都好帅 特别是古装也好帅 爱了爱了 袁冰炎并没有结婚 袁冰炎的感情生活一直很受关注 网传袁冰炎的老公饰演员戴项羽 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袁冰炎和戴项羽只是合作的关系 他们曾经一起演出 《白衣笑花与大长腿2》这部作品 他们在剧中有很多的爱恨纠葛 对手戏十分多 所以让大家误会 袁冰炎现实老公就是戴项羽 实际上他们只是普通的合作关系 两个人私下也没有什么联系 现在袁冰炎还没有结婚 所以没有老公 不造谣不转谣朋友们 对于明星大家总是会过多的关注私人生活 我觉得还是多关注作品比较好 毕竟明星也是人 人家也不用干什么都跟你报备 所以不用过度关心明星的隐私 而且明星是否优秀也是通过作品来表现的 期待漂亮姐姐的新剧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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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